水果可以托运吗? 水果可以托运,而且可以直接携带上飞机,但是需要保证水果不含刺激性气味。 托运水果时应该使用泡沫箱,以免在托运时出现损坏。 行李托运,是物流的一种形式,指托运人委托具有托运资质的公司将货物运输到指定地点,交给指定收获人的服务。 根据托运方式不同,可分为海运托运、陆路托运、通运托运。 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,应在运单中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、货物的名称、性质、重量、数量和到站名称,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飞机上不能带国家规定的禁运物品、危险物品、限制运输物品、以及容易污损飞机或具有异味的其他物品,不能作为行李或加入行李内托运。 旅客不得携带管制刀具乘机。